当小伙伴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,影视圈的厮杀却已经上演,再到他们演其西谷,其他作品也将逐一登场。 众所周知,2022年将是古偶101年,肖战的玉古瑶,杨洋的《且是天下》,刘亦菲的《孟华录》都是S家级的古偶大剧,杨子是《九龄花》中Top级女艺人,《手握香蜜天机》,《白蛇传说》等多部爆款古偶剧,诚意自流离之后也获封新进古偶男神。 俩人是前同事,也是好友,强强联合如何让人不期待,陈香如屑能够有此热度,除了杨子,诚意,有一部分还是沾了琉璃的光。 如此费心费力的踩点,足见优酷对南风之我意的上心程度。 相较南风之我意,陈香如屑的地位更不必多言,他极有可能突出2022年的古偶剧大军,成功杀出一条大路。 作为业内资深议员,欢瑞一直都致力于全面发展,除了他的老本行古偶剧,也开始涉猎其他题材。 譬如,2022年春节当的影片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和《熊出没》,重返地球便是欢瑞联合出品的。 此前的《长津湖》其实也有欢瑞的投资,从动画片到战争电影,都有欢瑞的身影,足见他下着一盘多大的棋。 当然,他在这些作品中所占份额实在太过微末,比起这些投资,古偶剧才是他的立根之本。 陈香如屑作为欢瑞2022年的一张王牌,一开始就被寄予厚望,他的成功或能带非众人,但也让一众主演压力颇大。 但不管如何,人总是要向前看的,诚意今后的发展如何,陈香如屑是关键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解释了